特殊启示的对象是上帝所拣选的人 他和预定论有什么关系呢 预定是上帝在永恒当中 预先定下他施恩的对象 在基督里要拯救的对象 特殊启示是在历史当中 上帝创造亚当堕落 上帝继续的护理 然后赐下他的话给那些他的选民 是预定假如说定下了结果 当然预定里面还包括手段 而特殊启示 我们或者说什么传道给选民 这就是执行预定的具体的程序 步骤和手段 什么意思 预定在时间上 是在时间开始之前 创世之前上帝的计划定义 但是启示是在历史时空当中 对他预定的对象 拣选的对象 所实行的执行 所以我们学神的计划 里面包含永恒的预指和预定 然后执行神的计划的时候 创造护理 特殊护理救赎 这样的关系 一个计划一个执行 启示 特殊启示就是执行上帝的计划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